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019章 外星人 不不不 这个世界 不存在外星人一说 伊迪摇摇头道 其实宇宙是一个很宏大的地方 在那里 有着很多的世界 你们地球远古的人 把其称为三千世界 我们的祖先 是从三千世界而来 只是到了这里之后 发现你们这里的土著很强大 而且还有另外一群人过来围攻 那群人可以说是宇宙的主宰 但是你们这里的人也不差 大家撕逼撕到了外太空 之后嘛 你们这里的人寡不敌众 最后无奈只得牺牲自己 封禁了这个世界 与三千世界的联系 他们部下的静置太强大了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想办法出去 但一直没有办法出去 果然是这样 叶浩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看来这些隐藏的种族 也是来自三千世界的 他们没有想过要留下来 但是因为远古的纳长结束 所以迫使远古 大能不得不把这里封禁了起来 而这些家伙 也因为那些东西 所以便回不去了 他们世世代代在地球生存 现在伊迪难道说 是找到了突破三千世界屏障的方法了 你们是什么人 放开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 一个老外终于忍不住了 他私生尖叫了起来 他一边尖叫 一边向前跑去 好像眼前的这些人 会要了他的命似的 然而 他还没有刚刚向前跑出几步 一名兽手战士手中的长矛向前一指 只见他手中的长矛发出一阵赤红色的光滑 那名老外惨叫这 他的身形瞬间化成了水蒸汽 哦 别浪费了 这些人的基因 对我们来说 还有很大的用处 伊迪咒这眉头道 那名战士退了下去 不过经历了刚刚那一幕 在场的人 谁也不敢乱动了 他们吃惊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努力地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扑通 有几个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的人 直接摔倒在地上 他们可能是因为双腿有些发软了 你们打算怎么对付我们 叶浩轩有些无奈地说 看来今天的事情 有些麻烦了 这些人手里的武器太过于强大 他自己闯出去 不是没有可能 但如果说 是护许彤彤等人周全 让他们同样毫发无伤地离开这里 恐怕有些不太现实 你是来自华夏的医生 我也知道你的能力 但是你要清楚 你的朋友们都在我的手上 你或许自己可以逃出去 但是你们的朋友 他们可逃不出去 伊迪笑了 他站起来道 伊盛在我的印象里 一直是一个比较重情重义的人物 所以 我觉得你不会独自离开的 而且 你离开了以后 想再找到这个地方 恐怕有些不现实 我们利用的科技手段 是你们永远都达不到的 我们把附近几千公里的海域 都隐藏了起来 这里的磁场很乱 所以 不管是什么东西到这里来 都会失灵 你们的科技对我们来说 就像是钻木取火一样垃圾 伊迪笑道 所以 你不要试图离开这里 我不会离开这里 如果你现在想把我关起来的话 我也不会反抗 当然 你要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 叶浩轩有些无奈地说 很好 医生 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 伊迪对于叶浩轩的态度很满意 他一点头道 所有人 都禁锢起来 一名兽手战士右手向前一挥 只见他手里的长矛 发出一阵光滑 所有人的手腕处都一闪 只见一幅散发这幽蓝色光滑的手铐 把所有人都铐了起来 这手铐 并不是任何材质制成的 他们只是一束光 而且他们距离人的手腕有数公分的距离 是须套在手腕上的 哦 我觉得可以提醒你们一下 这手铐是光环手铐 他们会距离你们的手腕两公分 这并不影响你们双手移动 但是你们最好不要试着正开它 因为那样的话 我保试你们的手腕会被齐齐切断的 指你你们不反抗 我保试你们都会好好的 一笛的话音刚落 只听人群里一声惨叫 一群人纷纷散开 只见有一名外国女人痛苦的在地上扭曲着 她的手腕被齐齐的切断了 这么一来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他们可不想冒着手腕被切断的风险来想试图挣脱这些东西 现在 把他们所有人 都关到实验室里面去 一笛下令 这些兽手战士们持着手里的武器 像是驱赶牲口一样 把人群们驱散开来 前方一座建筑自动打开 一个通道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人们都默默地向前走去 哦 说一下 一声是特殊关照的人 他的脚上应该也戴上 因为我不确定 他会有什么特殊的手段 一笛笑道 他的话音刚落 只见叶浩轩的双脚上 多了一幅光环脚铐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道 谢谢你 你真的是很贴心啊 当然 我们是朋友 我们正式地认识过 对于你 我当然要更加贴心一点 伊迪迪英侧侧的一笑 他的牙齿看起来很白 一间比较大的实验室里面 但是这个大实验室又被分为一个个的独立小实验室 每个实验室里面都关这四到六个人不等 叶浩轩和许童童 以及皮尔兰西几个人很幸运地被分到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室里 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小 但是里面还算是豪华 有一个小小的酒柜 上面放满了世界各地的名酒 前面还有一个把台 这实验室里面有四张床 也有卫生间 这些家伙们 挺贴心啊 叶浩轩看这四周的陈设 他嘖嘖称奇道 看来 他们是把我们当成高等实验体了 哦 叶 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把你带到了火坑里面来 皮尔有些懊悔地说 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 能怎么样 当成实验品呗 兰西倒是无所谓 因为他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寿命已经快到期限了 对他来说 什么时候死 都是解脱